其实我的画法是这样 我会希望说 最好是画出一个部分之后 其他用环形正叠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我会先把中间这条件先删除 删除之后再去做一些修剪 比如上面的部分把它先修剪 这边修剪掉 这边把它修剪 这边这个把它delete掉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会原则上我会这样子 我会把这个地方剪掉 剪掉之后呢 其他的部分呢 我只要留哪些呢 留这个 留到这里 然后你会发现这两条 最后可以接到这里 环形正叠五次就好了 所以我的做法原则上我会这样子 就是先把这些 先把这两条线段删掉以后 再把这个 跟这一些 这些其他的 通通都可以把它先删掉 这样的有个好处啦 就是说你等一下 就不需要一直删那边那么多的线段 因为很多部分 就要删一大堆 那当然 你看自己习惯啦 原则上我会比较 先把这个部分画出来 再做 环形正列 再做环形正列 那 原则上我还会先把这个先 刚刚这边有一个 有个圆先做出来 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圆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个弧 那这个弧呢 它的 距离 实际上就是从这边 到哪里呢 到这个 第2个圆 这边第2个圆 这边 然后点一下 另外呢 这边有个延伸线 那当然延伸线 你可以直接拉延伸线 或者用什么呢 直接延伸 然后把这一条线呢 碰到这边 那是不是有个焦点 对不对 那就利用这个焦点 画圆 中心点就是 最上面的这个圆 到哪里呢 往这边拉 拉到这个 线段 它 跟圆的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一条线的端点 点一下 就是 圆的位置 那接下来的话 就把这一条线 给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就设定 这个起点终点 然后再把它修减 修减的部分就是修减这个线段 跟里面的线段 那留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部分 有没有 那我们就再做一个修减 空白键 把不需要的部分 这个地方 修减掉 这也修减掉 好那最后是不是就剩下 这边也修减掉 剩下这样的形状 对不对 那这样的形状 我只要做环形正列 就可以 产生其他的 有没有 最后就像这样 然后呢 我就直接再把这些线段 统统取起来 选好之后的话呢 再做一个环形正列 物件已经选好了 中心点 这个 五个 确定 有没有 通通接在一起 应该了解一次吧 就是只要一个 大家全部接好了 那 最重要就是说呢 刚刚会做出来 这边 主要 我只要知道说 到底 这个地方 到哪里 就好了 所以其实 刚刚会产生 这个圆 其实 这三个圆 其实可以不要产生 因为这三个只是多出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旋转的 比如说我这个做出来之后 我可以从这边再旋转过来 那旋转的话呢 就是几度呢 就是要三百六除以五 对 七十二度 那 可是有的时候啦 看旋转 有的时候呢 旋转还要算 那用环形正列最快 转出来之后 再不要删掉 也不要 那这个部分 当然你们都可以做做看 哪一种方式 比较习惯 你就做哪一种方式 当然有时候练习 最好每一种方式 都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我还要再做出里面的这个部分 那我刚刚讲过 这个地方就是 利用什么呢 绘图里面的弧 那我知道起点 终点跟什么呢 跟半径 所以呢 我就找到起中半 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哪里呢 在这个的 中心点 终点 终点的位置 然后呢 稍微拉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个 有个弧出来 然后呢 再输入半径多少呢 半径输入60 Enter 这样就产生这个弧 那另外一边很简单嘛 就是近色 选它 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的话呢 到这个短点上 好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把它修剪掉 那修剪的话 你可以设定什么呢 设定范围 从这里 这边到这边 其他帮我修剪掉 修剪 点一下 点一下 那范围 以外的部分就删掉 再来这两个线段就很好解决 做欢心正列 那这些 跟刚刚一样嘛 对不对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要掌握要诀 主要就是说呢 我刚刚的做法就是我只要知道 这个线段到哪里 所以呢 这个部分以外的 通通都帮我怎么样 修剪掉 包含到哪里呢 包含到这里 那这边有一个缺口 所以这个缺口接到这边刚刚好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思考看看 把画面呢 先换给各位一下 呢